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有工作压力,工作之后又有真买房和买车的压力,等有房有车了吧,也许还找不到一个能够相伴终身的灵魂伴侣,等结婚之后又有教养孩子的压力,好不容易等孩子稍微大了点,没等穿口气,家里老人还等着杀养。 如此种种,经常导致我们怀疑人生,不知道人之一生到底为什么而获,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 正所谓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古今中外圣仙仙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意义的探究,也许探讨的结果因时一人而异,但是当代作家于华通过一篇小说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人这一辈子从来就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而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 你可能会对这个答案有些诧异,至于我们常常被教导要有理想有追求的轮调完全不复。 然而呢,就是这样主题的一部小说,却在近25年来交量几百万色,同时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发行。 作家于华也因为这部作品融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其实勋章。 活着这部小说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于华传播最广的代表作。 在这部作品受此发表的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作品被导演张艺谋翻牌成了同名电影, 并一举获得了《嘎那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等一系列奖项。 为什么这篇只有短短八万字的中篇小说,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呢? 其实作者在书中并没有黑红磅礴的铺陈叙述,也没有复杂交织的故事线索。 他也不以时代和历史为主题,而单纯只是讲述了一个人做经历的苦难的一生。 整个故事简洁都不像小说,更像是一则预言,可是书中流畅的叙述和深刻的主题,也许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小王子讲述的是一则爱的预言,那么活着则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的预言。 作者通过主人公福棍,先后失去财富,经历饥荒,失去亲人的苦难人生。 传达了一种超脱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尽管人生有备有喜,有无聊也有平庸,但这个过程就是人生。 人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而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 本书作者于华与当代作家苏同·格飞同为先锋派代表作家。 于华的父亲是名医生,他自己也曾经做过牙医。 因此于华的笔风总好似是一把手术刀,冷静、客观、沉稳的破开现实的外皮,为你揭开生活最真实的内核。 同时于华的作品也总是对死亡和冷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你总能在于华的作品中看到生活正临的面貌。 他早期的作品中甚至还经常包含着血腥和暴力的味道。 于华的这本《活着》与《平凡的世界》一样,同样是描述上世纪图改、文革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 《平凡的世界》描述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奋斗,显得励志很多。 可是于华的这本《活着》却是要通过个人在时代中所受的苦难,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点燃你对生命的思考。 好了,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将分三个重点为你详细讲述本书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当一个人失去金钱之后,他能得到什么? 第二个重点是,在苦难面前,人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 人性的善与恶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第三个重点是,本书主题的究极哲学意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重点,当一个人失去金钱之后,他能得到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失去金钱还能得到什么呢? 只能得到冷眼和蔑视。 书里不都这么写了,家道没落之后,尝尽人情冷暖。 可是在于华的这本《活着》里,还真不是。 主人公福贵从一个有钱的大地主,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之后, 反而获得了看待世界的新视角, 体会到了许多从前一直被他所忽略的人间真情。 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非常有钱。 究竟有钱到什么程度呢? 福贵自己用了一个比喻,说他和他爹连走路的声音都像是铜钱碰来碰去的。 于是钱成了妄恶之源,福贵站着有钱,同时又是独子,整日里胡作非为。 说他是亡谷子弟,则是抬举他了,直接用人渣来形容,也不冤枉他。 念书的时候福贵目无尊长,在教书先生面前自称为爹, 为天上学不走路也不坐教,朋友家里的长工背着, 而且还要听他指挥,说跑多快就要跑多快。 成人之后他看上了极漂亮又温顺还有钱的米哈老板的女儿, 立刻就托人说梅就回了家。 别看老婆是自己选的,但福贵却整日不回家, 专门泡在妓院里嫖娼赌博。 父亲知道后,直气地要拿鞋点打他, 却被福贵一把推倒在枪脚里。 他去嫖娼时还让妓女背着他在街上逛街, 经常故意逛到老丈人的米哈门口, 其在妓女背上挑衅地跟老丈人打招呼, 几次把丈人气得差点病倒。 妻子怀孕七个月时,亲自去妓院找福贵, 却被他一顿殴打漫马,扔出了大门。 后来他赌博遇到了一个叫龙儿的人, 是个初老千的作弊高手。 使得福贵总是输多赢少, 开始的时候他用献钱, 后来偷拿母亲和妻子的首饰, 再后来就拿家里的田产来抵押, 直到最后所有田产房产都输给了龙儿。 福贵全家一夜之间变成了熊光蛋, 但福贵得到的却远比失去的要更多, 他在悔恨之中醒悟了很多道理, 仿佛过去那层萌兴的猪油全部花掉了, 眼前的黑布也摘掉了, 泡回了清澈的眼睛和闪亮的心, 看到了许多从前看不到的事情, 感受到了许多的人间真情。 首先他看到了父亲教给他的道理, 父亲把所有的田产房产还成了铜钱, 足足需要四个扁单才能抬得了, 实际上如果换成银元根本不用这么费力。 父亲让他每天扛着扁单走十多里路去城里还赌债, 当赌债还完, 他累得全身散架了一样, 肩膀也磨出了血迹。 福贵终于彻务, 这么多钱, 只是搬运就把自己累得半死, 那么祖辈这些家产, 又是费了多少心血才挣下来的呢, 却被自己短短几年败得一干二几。 想到这儿, 他蹲在路边痛哭起来。 而后他开始体会到了人间真情。 摆光家产之后, 家人并没有过多苛责他, 妻子告诉他, 咱以后不赌就好了, 母亲告诉他, 人只要活得高兴, 穷也不怕。 连五岁的女儿也护着他, 说, 爹你快跑, 爷爷要来打你了。 亲情是过去那个嚣张跋扈的富贵, 从来不曾意识到的珍贵宝物。 他从此毁过紫金, 租了乌母田, 开始轻轻坦坦地靠劳动吃饭。 富贵的老丈人心疼女儿, 把富贵的妻子家珍借回了娘家。 他走的时候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没想到家珍不记恨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也不嫌弃他现在的日子。 在生下儿子之后, 抱着孩子回来了。 富贵也开始懂得心疼妻子了, 一起干活的时候, 他总让妻子家珍去歇着。 富贵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尽管他千金散尽, 得到的却是责任心、 亲情和对他人的善意, 他也得到了一种重新看待世界的新视角。 富贵自己也说, 虽然日子过得又苦又累, 他心里发到踏实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 当一个人失去金钱, 他得到了什么? 尽管在我们看来, 富贵的转变有一点过快, 也过大, 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了。 但是作者通过这种方式, 表达了金钱的恶, 人性的善。 金钱的恶, 造成了富贵的有殊不孔, 和龙二的欺诈相夺, 而人性的善, 又使得富贵重新找到了自己。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二个重点, 在苦难面前, 人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 人性的善与恶, 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开篇时我们提到,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人苦难的一生的故事。 那么刚才讲到的富贵的破产, 与其说是苦难, 不如说是自作孽, 而接下来, 才又正式开始他无穷无尽的苦难人生。 在这些接踵而至的苦难中, 作者让我们看到了 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看到了绝望的不存在, 也看到了许多人性的善与美, 愁与恶。 虽然富贵的一生, 可以说有苦难构成, 但作者绝不是一味的些苦难, 而往往是, 每当富贵的生活出现一丝转机和希望的时候, 再来给你一个当受忘贺, 正所谓悲剧, 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 也或许只有如此, 才更能表现出人的承受能力, 表现出生命的坚韧, 表现出活着的真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富贵的第一个苦难阶段, 被撞撞钉。 自从全家破产之后, 富贵爹一气之下病死了, 富贵好不容易租了地重新振作起来, 开始了敬恳踏实的生活。 虽然每天累得喘不过气,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总是笑盈盈的, 而这时, 苦难来了, 富贵在一次去城里给娘请大夫的路上, 被国民党军队抓了撞钉, 抓到前线去打仗, 每每想到妻子和娘连自己去向都不知道, 甚至连将来自己死在哪儿都是未知数, 便逼从心来。 他总是找机会要逃跑, 但是一个老兵告诉他, 谁也逃不掉, 就算不被打逃兵的枪手打死, 也会被别的部队再抓了去, 因为这一仗全国都在打。 这老兵当兵六年逃过七次, 就带过七支不同的部队。 后来国民党军队被包围了, 人性的善恶开始显现了, 情况越是艰难, 就越是考验人性。 被包围之后, 食物和弹药供给全靠飞机空投, 弹药根本没有人要, 全都抢大米, 抢到米之后往自己坑道里办, 旁边还有有同伙拿枪保护, 防止盗手的米再被他人抢去。 等抢完了大米, 又在附近抢木材, 为了用来生火煮饭, 那砍大树拆茫窝的声音, 简直把前线的枪炮声都给盖住了。 就这样没过多久, 局面就变成米越来越多, 而生火的柴却连树根都不剩了。 国军的飞机赶成了空投大饼, 这下子抢饼的场面更壮观了, 扑上去的人能跌好几层, 人们的兽型在这种时候全都爆发了。 福冠每次抢完饼都想被人吊起来打了一段似的, 浑身都疼。 后来国军的阵地越来越小, 福冠所在的后方战场成了商员的天下, 每天送商员的担架落一不绝, 与其说是送, 不如说是盗, 找块空地, 担价一分, 像倒垃圾式地把商员往地上一扔就不管了。 到了晚上, 几千商员的身银绳就像鬼哭一样惨烈, 只一夜的功夫就全死了。 在坑道里躲避炮弹的国军们, 也都自身难保地在大雪里瑟瑟发抖。 供应食物的飞机也不来了, 他们的连长带着钱财已经逃跑了, 可这老兵依然告诉福冠, 死也要活下去, 只要心里想着不死, 就不会死。 以上就是福冠被抓状钉的困难经历, 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在残酷的战争中, 生命的一文不值, 人们为了生存而互相残杀的人性之恶, 当然也有福贵和几个战友之间的相互扶持, 相互鼓励的友情之善。 战争结束之后, 福冠总算活着回到了家乡, 随之也进入到了第二个困难阶段, 贫穷即荒。 福冠回到家时, 发现娘已经去世了, 天真伶俐的小女儿凤侠 在一次高烧中变成了聋哑人, 而她回到家之后, 日子也并不好过, 贫穷使得一家人想吃饱饭都有困难, 遇上饥荒年头, 全村人都去地里挖野菜, 跑地瓜, 又一次凤侠好不容易在地里挖出了一个地瓜, 就被旁边的同村人趁其不被抢了去。 在那个年代里, 人人饿肚子, 每个人都已经变成了只顾生存, 不顾道义的野兽。 凤侠虽然是聋哑女孩, 别看平时老实, 此刻也是爆发了求生的小宇宙, 与抢地瓜的王子扭打在一起。 因为在场面有第三人, 凤侠有礼说不清, 况且他也说不出话。 到最后是村长出面, 将地瓜一分为二, 当然村长还是要在娇大的那一块上, 再切下一块, 装进自己兜里。 事实上, 村长和王子都不是坏人, 在福贵不在家的日子里, 他们还帮着福贵加盖一些天丽的重货。 但是在苦难面前,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被求生本能所激发的自私的人性之恶, 同时我们也看到福贵一家在饥饿年代里相濡以沫的亲情之善。 饥荒年头过去之后, 日子刚刚好过一点, 福贵却迎来了更大的大忌, 接第三个困难阶段, 丧死之痛。 福贵的儿子有庆, 是个懂事又活不得少年, 他每天为了帮家里喂羊, 要在早上上学之前去割草, 等割完草, 上学就来不及了, 他就跑不去上学。 中午呢, 也一站如此跑二十里路, 往返学校和家里。 如此一来, 这鞋子就坏得特别快。 福贵责怪他太费鞋, 他就提着鞋子光脚跑, 到了学校在川上。 哪怕是冬天在雪地里, 也是如此。 福贵看了不仅懊悔又心疼, 其实有亲喂得羊特别好, 又肥又壮, 每年光是剪羊毛, 换来的钱也不知道能买多少鞋了。 然而命运却不肯眷顾如此可爱的少年。 有一天学校将孩子们召集起来, 给因为临场而是血过多的女校长献血, 有亲提着鞋子一溜烟地跑去了医院。 在十几个孩子中, 只有他的血型跟校长相配。 有亲准备献血的时候, 兴奋地满脸通红, 然而医生却为了救校长的命, 无极致地抽取有亲的血。 理由只有一个, 女校长是县长的夫人, 眼看着有亲脸色变白, 嘴唇变青, 医生却告诉有亲认真, 说充血都投晕。 医生们却在有亲昏倒之后完全不在意,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草酸又残忍地终结了。 整个过程中, 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是医生的麻木和奴性, 为了谄媚权势, 不惜牺牲普通百姓的性命, 似乎县长夫人的名就比普通人的名更值钱一样。 这是人性的丑陋, 也是时代当中人却被藐视的悲哀。 福冠接了通知赶来医院之后, 当然也想找人拼命, 却不曾想这个被他一脚踢倒在地的现场, 就是当年当兵时同在一个战壕的好兄弟, 春生。 无奈之下, 福冠只好对兄弟春生说了一句, 你欠了我一条命, 就抱着儿子离开了。 作者最后还是选择用了人性的善, 用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化解了故事的冲突。 或许人性之恶会在苦难中发酵, 但人性之善也总会在苦难中闪光。 经历了三个苦难阶段, 作者对人的承受力的考验结束了吗? 答案是没有。 福冠进入了人生中的第四个苦难阶段, 丧女之痛。 前面说过, 作者不会一味地堆积苦难, 总还是要给福冠和读者们一点美好, 这样才便于将美好撕碎给我们看。 我们都知道富贵的女儿凤霞 很不幸地成为了聋哑人, 尽管人很漂亮, 但是到了该婚的年龄, 依然没有人来说美, 富贵两口子就拖着人脉较广的孙长帮着找女婿, 心酸地说, 哪怕是缺胳膊少腿的, 我们也嫁。 这位孙长还当真是不负所托, 给凤霞找了一个好男人二喜, 不仅腿角度健全, 而且人还好, 踏实又肯干, 能干又实在。 与凤霞相亲的第二天就带着一帮人 来给富贵家里修整房屋。 取心当天, 为了不让苦命的凤霞受委屈, 不惜借钱把婚事般疯疯光光的, 婚后两人的感情甜得像蜜一样, 上街都要手拉走。 然而美好太短暂, 凤霞生产那天, 大叔先死了, 那天福贵根本不敢去看二喜的样子, 因为看他硬在墙上, 没守着凤霞尸体一动不动的样子, 就已经让福贵看不下去了。 没过多久, 接连遭受了丧死丧女打击的家珍, 也去世了。 家珍死的时候, 拿手紧紧握住了福贵的胳膊, 直到冰凉了, 僵硬了, 才滑落了下去。 到此为止, 福贵人生中所经历的四个主要苦难阶段, 就讲完了。 作者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生之为人的坚韧, 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活下去的勇气。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苦难面前那善与恶的交织, 有为了生存而死相残杀的人性之恶, 有着嫩麻木而谄媚的奴性之恶, 也有福贵和妻子相濡以沫的亲情之善, 战友之间相互福祉和宽恕的友情之善, 而喜和凤霞虽然深化残疾, 却彼此体贴的爱情之善。 很多读者说, 读完这本活着, 会让更多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可这只是本书的浅层意义, 但凭这一点, 公开还不足以让这本书成为经典。 那么这部小说除了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苦难的故事, 以及故事中的人性善恶之外, 全书的主题还有这怎样更进一层的深意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要点, 本书主题的终极哲学意义是什么? 在富贵老人讲述完自己的回忆之后, 老人一边映着夕阳往家走, 一边唱起了一句歌词, 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绝藏, 老年做和尚。 这句话的含义不仅代表了富贵的一生, 其实也是每个人的人生写照。 先来解释一下少年去游荡, 你来想一想, 谁不知在少不更事的时候狂妄自大, 想去全世界闯荡一番的, 既有玩世不恭的态度, 又有建功利益的雄心。 这既是年少时荒唐的福贵, 也是年少时懵懂就无畏的我们, 因此说少年去游荡。 那么中年想绝藏是什么意思呢? 绝藏就是挖掘宝藏。 当人们进入中年之后, 我们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明确, 一心一意地追求我们的宝藏, 也就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一直为之拼搏奋斗。 对于福贵来说, 就是能吃饱饭的敬服生活,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有更多更高的要求, 因此说中年想绝藏。 那么重点来了, 为什么说老年做和尚? 这是一种经历了一生获喜获悲的事情之后的豁达和超人。 事实上, 当我们讲完凤霞的死之后, 故事并没有结束, 后来女婿二婿也死了, 是在一次搬运工作中被水泥板砸成了肉饼。 再后来, 凤霞和二婿留下的孩子苦根也死了, 是在孩子七岁那年, 福贵去地里干活, 孩子自己在家里吃豆子, 活活撑死了。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详细去讲呢? 因为就连福贵本人也已经想不出什么刻骨的悲伤了, 他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和尚心态, 即便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他依旧能够淡然地继续生活着。 这个和尚代表了一种怎样的主题呢? 在我们都熟悉的名著《红楼梦》里, 有两个世外高人, 是一僧一道, 于是代表了作者的超脱和获达的思想。 浓缩称一句话就是那句,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而在活着当中的那句, 《老年座和尚》也是与此相通。 民间自古将佛与道并不化得非常清晰, 因此《红楼梦》中才出现了一僧一道同行的画面。 而在活着当中, 《老年座和尚》也同时蕴含着一种道假的哲学思想。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 有一句话叫做,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这句话可能被很多人误解为, 天地不仁慈, 把人当成猪狗一样虐待。 但正解释, 天地是没有感情的, 既没有善, 也不存在恶, 因此对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顺其自然的, 让一切事物都按照它们自然的规律去生长, 并不加以干涉。 这样就有一种对待万物一视同仁的哲学观点。 而作者于华在《活着的资讯》中写道,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现, 不是控诉, 而是向人们展示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 对善恶的一视同仁。 也就是说, 当福冠经历了一生的跌倒起伏之后, 对所有生死, 苦乐, 丑归与恩情, 却不一视同仁, 任由他们自然而然的发展, 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人生, 而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这也是福冠老年做和尚的人生感悟。 当你明白了老年做和尚的含义之后, 也就懂得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这个主题。 它并非口气, 而是超脱。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脱, 我们才能够接受现实寄予的幸福和苦难, 以及无聊和平庸。 也正因为有了这超脱, 老年的福冠才能够一边耕地, 一边悠闲地唱着。 皇帝找我做女婿, 路途迢迢, 我不去。 最后再用一个问答的形式来改阔活着的意义, 那就是, 问, 谁还不是一边抗争命运, 一边又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呢? 答, 人生如逆旅, 我已是行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一起回顾并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讲述了少年时期的福冠, 即对应少年去游荡的情节。 福冠从大地主变成了熊光蛋, 千金散尽之后, 他反而获得了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 体会到了从前一直被他所忽视的人间真情。 然后我们讲到了福冠人生中的四个苦难阶段, 即对应中年想绝葬的情节, 分别是被抓壮丁, 贫困饥荒, 丧死之痛, 丧女之痛。 在人生的种种苦难面前, 作者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坚韧和承担能力之强大, 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与恶, 美与丑。 第三, 我们讲到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这个主题的哲学意义, 即对应老年做和尚的含义。 它并不是一种苟且, 而是一种超脱, 是让一切事物都按照他们自然而然的规律去生长, 而不加以干涉的哲学思想, 是对所有的生与死, 苦难与欢乐, 仇恶与温情, 全部一视同仁的豁大, 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人生, 而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